三种水果经常吃 血管顺畅 全身轻松 大家都知道 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体新陈代谢的功能就逐渐的下降 血管内的垃圾就会堆积 时间久了就容易导致血管堵塞 从而增加了心梗脑梗的发生概率 今天给大家分享三个水果 大家记得经常吃 就帮助你清理血管内的垃圾 第一就是苹果 苹果不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这些大脑所必须的营养素 苹果当中的钾对保护血管也有很不错的效果 还能够抑制低密度脂蛋白氧化 降低中风的风险 第二就是心肤室 心肤室含有着泪红铜能够软化血管 帮助我们保持血管的弹性 第三就是香蕉 香蕉具有平稳血压 减少血管堵塞的效果 这以上三个水果你爱吃吗 不想脑梗 这两个检查再不富裕也要做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 你是不是总担心去做检查费用太高 检查不到位 没有人愿意得脑梗 但是必须的检查是一定要做的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两个检查 既便宜又实用 对预防脑梗有很大的帮助 第一就是心电图的检查 它能够看出是否有防颤 因为脑梗的发生其中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 就是防战引起的血栓脱落的大脑 第二呢 颈动脉的采潮 能够反映出你颈动脉是否硬化 一旦发现出现了有明显的斑块 尤其是软斑就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像这两个检查的项目啊 费用不贵能够避免你发生危险 给家庭也带来危机 我希望中老年朋友都去定期的体检 发现异常也能够及时的治疗 避免发生危机 低压膏不用怕 四周让你血压轻松往下降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 低压膏怎么办 下面四个有效的方法 血压就会蹭蹭蹭的往下降 有很多的粉丝朋友用上这四个方法呢 血压呢 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所以这个视频你要是不看的话 可亏大了 第一呢 就是食盐要控制 高血压的患者必须控制食盐的摄入量 每天食盐的摄入量不应该超过几个呢 六克 第二呢 补充钾 钾可以帮助我们排除体内的钠 使血压降低 富含钾的食物 比如说香蕉 土豆 橙子 桃子 花生 都可以多吃一点 第三 补充钙 这里所说的钙 可不是说让你去吃钙片啊 钙呢 确实是可以降低血压 它可以缓解体内钠的滞留 但是不是去吃钙片 而应该是富含钙的这些食物 比如说牛奶 酸奶 豆腐 鸡蛋 第四 补充鎂 同样的道理 鎂可以促进血管的健康 可以降低血压 富含鎂的食物 比如说全麦的面包 燕麦 糙米 豆类 还有坚果 除此之外呢 一定需要你坚持运动 有的人一上午工作 从早上八点到十二点不带动呢 这就造成了你低压特别高的原因 所以中间你得活动活动 每天坚持一定量的运动 才能保证你的血运行 运动可以帮助降低低压 而且可以增强心脏的功能 大家都记住了吗 关心病最好的治疗办法 今天告诉你啊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最近有患者问啊 说如果得了关心病 中医西医看了很多 到底应该选什么样的方法治疗呢 最优的方案是什么 目前呢 很多关心病的患者啊 一旦出现病症 治疗的第一理念呢 就是本院去治疗 用西医西药为主 比如说被支架了 手术了 冠状搭桥这些措施 但是这些治疗呢 都不能够一劳永逸的 你要记住了 就算是做了支架 也需要继续服用相关的药物 而且呢 关心病的病因非常的复杂 有时候如果仅仅靠支架 或者是搭桥 治标不治本 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 还有一定的复发性 我们要关注到患者的血压 血糖 血脂这些情况 对于关心病来说 采用中西医结核 这里边包括着整体治疗的理念 这个方法是最优的选择 特别是对于单纯的用西医治疗效果不理想 或者是服用了西药以后不耐受的这些患者来说 那中药治疗就是必须的 中医说呢 关心病属于是胸壁心痛的范畴 就是说瘀血导致了心脏血脉的不通 苦痛则痛 最终诱发了胸痛胸闷心悸发力这些问题 最好的办法呢 要化瘀血疏痛血管 问题自然就能得到解决 那有没有好的中药方呢 当然有了 老总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精药良方 中医效果好的原因呢 就在于辩证论治 一人一方 辩证用药以后才能够取得最佳的效果 动动舌头 预防脑梗和关心病 首先呢 中医认为啊 舌头和我们各个脏腑有着密切的关系 像我们知道的 看舌 舌尖呢 是属于心 舌根属于肾 舌的两边呢 是属于肝和胆 舌的中心部位属于胃 现代医学研究呢 我们看下面这个图啊 人体的这个比例啊 神经分布 舌头占了大部分 所以运动舌就能促进我们的心脑血液的流通 预防关心病 预防脑梗的发生 那我们怎么来运动这舌呢 今天我来教你分这么几个步骤 首先啊 我们要扣齿 在运动舌之前为什么要扣齿呢 都是口腔的内容啊 除了牙齿 舌 那口腔里边的这些都把它运动到了 扣齿可以强肾 在扣齿的过程中增强了心和肾的功能 全方位的去运动我们的内脏 前面门齿扣九次 左边扣九次 右边扣九次 前面再扣九次 扣齿结束以后进入到第二步 第二步呢就是运动我们的舌了 舌呢先在牙齿的内部 左转九圈 右转九圈 在牙里边转完了以后呢 在牙齿的外面去转 在牙里边转的时候呢 不要张着嘴在里边转 闭上嘴唇 从外边是看不出来的 这个舌在牙齿的外面转的时候呢 嘴唇要轻轻的咬合 牙齿张开 舌在牙的外面 左转九圈 右转九圈 这样运动舌的时候 就充分的把舌的各个部位给运动到了 特别是运动到我们舌根的时候呢 是非常酸 非常累的 但是你去认真完成这些动作 有意而无害 多运动加强我们全身血脉的畅动 同时呢运动完舌以后 我们口腔里边呢 就会有金晶玉叶 这个金晶玉叶呀 一定要把它咽到我们身体里边 让它在我们身体里边 如雾露之盖 从上而下滋润我们的五脏六腑 把它咽到丹田里面 大家学会了吗 希望这个视频能帮助到大家 同样是脑出血 为什么别人没有后遗症 脑出血以后啊 有的病友都已经完全恢复了 看上去像没有病过似的 但是呢 它却连走路都走不稳 其实啊 这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有关系 第一呢就是出血量 一般来说呀 25毫升呢 是一个界限 像5毫升 10毫升 这是属于少量出血 通过及时的治疗 自己也能慢慢的吸收 病人恢复的就好 但是呢 如果出血量比较大 30毫升甚至50毫升 就会造成一些比较严重的 神经功能损伤啊 有的患者可能还会造成 偏瘫 偏忙 土字不清 这些问题 第二点呢 就是出血的部位 有些高危的部位 如果出血 即使出血量不大 也容易遗留下后遗症 比如像肌底节节的出血 如果遗留比较严重的肢体障碍 脑干出血 就算是病灶很小 患者也有死亡的风险 如果是一些非功能区的出血 或者是出血的部位 没有运动或者是感觉通路 一般不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第三点啊 就是救治 是否及时 脑出血发病的比较急 如果不能够及时的去清除血肿 使脑组织局部受压 超过了它的耐受力 那么即使后续解除压迫和水肿 脑功能也难以完全恢复 第四点呢 就是后遗症期间 康复训练与调理 是否及时 其实不难发现呢 很多原本卧床不起的后遗症患者 通过积极的康复和调理治疗以后 基本上都能下床走路啊 进步是非常明显的 但很多人呢 公示了康复训练和调理治疗的重要性 后遗症以后 每天都卧在床上 不愿意忍受暂时的痛苦 最终只能一直被人搀扶着照顾着 所以建议呢 视频前已经有遗留后遗症的患者朋友啊 一定要积极的寻求医生的帮助 调理体制 配合康复训练 恢复如常 以不再遥不可及 告诉你一个秘密 脑梗最怕的三件事 刷新你的认知 如果不想得脑梗 一定要知道脑梗怕什么 其实脑梗呢 它有三怕 今天这个视频详细的分享给大家 我们知道呢脑梗是三分靠智 七分靠痒 很多时候呢 我们不去伤害它 其实就是在保护它 第一呢 脑梗最怕什么 高油高盐的饮食 如果你长期摄入高油高盐的这些食物 血液就会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粘稠 粘稠的血液就增加了血栓形成的风险 脑梗几率就随之增加了 第二呢 怕四高 临床上三高就是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是脑梗常见的危险因素 第四高是什么呢 就是同型半光氨酸高 在这里呢 要提醒大家 如果同型半光氨酸这个数值高的话 是脑梗的独立危险因素 也就是说这个指标高 一定要预防脑梗了 需要尽快的去干预 第三呢 就是烧烤的食物 这类食物中呢 含有大量的盐 由于长期的摄入就会导致血管的硬化 容易引起血栓增加血管壁的遐展 从而引发了心脑血管疾病 腹方单身低丸不仅是治关心病 还能治疗下面这四种疾病 是真的吗 大家好啊 想必心脏病的患者对腹方单身低丸都不陌生 它是用来治疗关心病 心脚痛效果非常显重 当患者心脚痛发生的时候 通过服用单身低丸 可以快速的改善心肌缺血 缓解心脚痛的症状 那到底腹方单身低丸 它的组成是哪三个神仙药呢 第一呢 就是单身 第二是三七 第三是冰片 单身和三七活血化语 我们不说了 今天重点说一说冰片 冰片是心凉的 它的作用是去医明目 开臂通喉 它可以治疗眼睛的疾患 可以开翘 所以在治疗关心病急性发作的时候 是非常有效果的 开翘啊 大家要理解 就像我们身体的开关呀 翘嘛就是门 你老开着门 身体里的气是不是就丢失了呢 所以经常服用开翘的药 会伤及我们的元气 所以我认为啊 不可以长期服用 腹方单身低丸 有人说下面这四种病可以用它 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啊 是不是妥当 第一呢 就是它可以防治血栓 可以抗血小板的凝聚 抑制血栓的形成 对于已经出现的血栓 有一定的溶栓效果 这一点还是保持着我们刚才说 腹方单身低丸 不能长期的用急救的时候才可以用 第二能够治疗糖尿病的血管病变 单身低丸呢 改善血管内的微循环 所以报道有说呢 用单身低丸来辅助治疗糖尿病 肾病这些病症 我的观点挺好啊 长期服用是不可以的 第三呢 是治疗头晕头痛 如果是因为心脏的供血能力不够 血供不到头 而出现的这种头晕头痛 急救急症的时候缓解一下 是完全可以的 第四呢 就是调节颈椎病 颈椎病天天的用冰片来开窍去调解它 我认为这也是不可以长期服用的 当然了 有些颈椎病在急性发作的时候非常的疼 那么吃上两天的单身低丸 缓解了症状 这样是可以的 正确的用药才可以有好的疗效 还要特别提醒 副方单身低丸含有抗凝血的药物 如果你身体本身有凝血的障碍 或者你正在吃一些防止血栓形成的药物 这种情况下不要叠加联合用药 就要考虑是不是对症 你清楚了吗 多病病存 一医多治 中医治疗有优势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前两天在门诊有一个患者 拎着一大包的中肠药 他说这些药都是大夫让吃的 这个药是治灌心病的 这个药是治脑血栓的 这个是治便秘的 那个是治疗失眠的 这么多种药 不说每天吃起来一大把一大把的 会不会损伤脾胃 就说这些药物之间 它是不是会有相互的作用 药效相互的叠加 或者是相味相反 同时吃起来也会有副作用 这很让人担心 中医强调整体观和辩证论质 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脏腑在功能上是相互协调的 病理上是相互影响的 中医治疗不要针对某一个症状 或者是某一个疾病 而是以统一的症来制导治疗 也就是说一个人可能身上有多种的疾病和症状 但是他的症只是一种或者是两种 所以在治疗的时候我们要变症去论治 这个症呢是盐字旁的这个症 只要辨别准确了这个症才能对症下药 才能取得良好的疗效 如果你有多种的疾病和症状 那每天服用大把大把的药 可以尝试一下中医的整体调理 相信会有不错的效果 天气转凉了 预防脑梗 十句话记心间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随着秋季的到来呢 我们需要注意预防脑梗 以下呢是一些在日常生活中 可以采取的预防措施 第一句话冷暖自知 天气开始变冷了 我们需要注意啊 增添衣物来保暖 天凉了更不能够吃寒凉的食物 保护好我们脾胃的阳气 第二句话 千万不要熬夜 不仅仅是在秋天啊 一年四季里都不能熬夜 第三句话 天气转凉了 我们需要注意监测血压 第四句话 饭量不能太大 也不能吃的太撑了 第五句话 保持适当的运动量 在吃完饭以后 不要就直接躺在沙发上 第六句话 定期进行血液的检测 特别注意四项血脂的情况 避免超标 第七句话 要适当的多喝水 不要让身体缺水 第八句话 如果有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这些症状 一定需要按时调控好这个指标 第九句话 如果检测到血液中的同型半光氨酸素质过高的话 就需要控制住它 第十句话 饮食健康 坚持运动 控制体重 远离烟酒 保持住好的心态 是预防脑梗的重要方法 以上这些措施呢 看起来简单 但是我们往往会忽视它们的作用 事实上 如果能够养成这样的良好生活习惯 预防脑梗 预防心梗 各种疾病 保持住身体的健康就非常容易了 希望大家呢 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注意这些细节 保护好自己的健康 你脉是玄滑的 来吐舌 我看看 舌苔黄厚膩 肝胆 湿肉非常的重 是不是脾气特别大 肝火上炎 所以你的血压高啊 完全是因为你的这个肝火而导致的 要改善脾气 平时有没有乏力类这样的情况 气虚气血不足 同时你是不是腿肚子都是凉的 上热下寒 寒热不决 所以给你治疗呢 还要引火归原 这里边你是比较复杂的 看上去好像你是纯火症 不是的 你不要吃纯的这种清热泄火的 三个动作多做一做 血管畅通 方法很简单 如果一根普通的水管啊 长期的不注意清洁 就可能被杂质和沉淀物堵塞 导致水无法正常的流通 时间久了还容易生锈 我们体内的血管呢 也如同水管一样 大量的垃圾和脂类物质 在血管内堆积以后 不仅会加速血管的老化 还可能会造成血栓 今天呢教大家几个动作 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第一个动作就是 变起脚跟来 非常简单 但是作用很大 可以加速血液的循环 疏通血管的作用 一天可以做三次 每次做的时间呢 尽量的长 要保持住平衡啊 如果能坚持做到一两分钟 那就很棒了 有一个小细节一定要注意 第一呢 就是要注意安全 不要衰倒 保持身体的平衡 不行你就先扶着点 慢慢的练习 独立站着 第二千万不要仰头 第二个动作呢 就是高抬腿 这里说的高抬腿 是我们每天早晨醒来以后 躺在那里 先不要着急起来 通过高抬腿的这个动作 来疏通血管 促进血液循环 两条腿可以来回轮换着 去抬 每次抬高的幅度啊 至少也到60度 好一点到90度 尽量的弯下做 这样可以把我们退后面的经脉伸通 每天呢 来回反复的抬高 至少做10次 最后一个动作呢 就是伸伸揽腰 特别是长时间的久坐 会使你的下肢血循环受阻 肌肉组织内的静脉血管 也会变得松弛 所以啊 久坐伤肉 伤筋脉 你就容易诱发着下肢的静脉血栓 所以对久坐的人来说 你可以站立起来伸个揽腰 往左右的尽量的伸展 看似动作简单 但是重要性很大 希望呢 我们大家都学会以后呢 坚持锻炼 不要等着病来找 行动起来 预防疾病的发生 才是最重要的 三种蔬菜多吃 对心脑血管有好处 这三种菜啊 轮流着吃啊 血管干净 不堵 预防脑血栓 血管堵塞 其实不用长期 大把大把的吃药 这几种蔬菜呢 也是帮助我们 疏通血管 预防血栓的天然食物 这个视频大家一定要认真听 第一呢 就是红薯 有研究发现 红薯 它含有胶原粘液蛋白 可以保护血管的弹性 有效的防止动脉周样硬化 而且呢 这种胶原粘液蛋白 是鱼肉鸭肉鸡肉中 获取不出来的 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红薯 第二呢 是海带 海带属于是海产品 味儿咸 咸味儿有助于软间散结 同时呢 海带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 如果你有血管壁的硬化血管的堵塞 能够帮助你软化血管 清除血管垃圾 不仅如此呢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 它还可以抑制动脉周样硬化 第三呢 就是黑木耳 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 黑木耳可以活血化鱼 滋阴补血 通过活血化鱼呢 就有助于稀释血液 减少血小板的聚集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预防血栓的形成 当然了 食补不能代替药物 如果已经出现了症状 还是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积极的进行治疗 咬牙也能防脑梗 这样的好事 你知道吗 大家好 我是赵一浩教授 今天来教大家呢 如何咬牙防脑梗 如果你也有血管堵塞 或者是血栓的问题 一定要经常做这个动作 咬牙呢 又叫做咬天门 具体的做法就是 把上牙和下牙紧紧的合拢 然后稍微用力 都合拢以后再用一些力 一松一紧 咬牙切齿 咬紧的时候要加倍的用力 而放松的时候也不能分开啊 这样的方法呢 每天做上50次 可以很好的舒展 我们头颈部的血管和肌肉 加速血液循环 增加脑供血 让硬化的这个脑血管啊 逐渐恢复弹性 缓解悬晕头痛这些症状 降低脑梗的发生风险 一般呢 坚持坐上两星期 我们血管堵塞的这些问题啊 就得到一定的缓解 大家不妨都去试一试 左为气右为血 左手脉细 睡眠也不好 精气神不足 来 那个时候 肝火棒 你看啊 从脉象上看呢 这右边的脉呢 偏细 单独寸观尺的尺脉 特别旺盛 气质特明显 气质血鱼 你的这个右侧的这个肢体麻木啊 不通 已经有腔梗了 这个情况呢 一定要把这个血脉给通了 右边的这个腿也不舒服 整个这个右侧 是因为你头的左边去躲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血脉给畅通了 煮蛇肉看看 伸出来 自然伸出来 然后卷上去 好嘞 你看舌下有瘀痣啊 舌下有瘀痣 年轻女同志呢 都表现在月经有血块上面 这要岁数大了 将来就影响到心脑血管了 血的瘀痣 一定要活血化瘀 解决畅通的问题 左手脉细 睡眠不好 睡眠梦多 血虚血瘀 你看嘴唇也子安根 化了唇线似的 你这种病症啊 一定要补气血去化瘀 才能解决你的具体问题 为什么双手好你的脉呢 你的脉左右不一样 这叫中医里边的预脉 你的气息不畅 情绪悬殊非常的大 所以你看左右的脉呢 是不同的 气质才造成血瘀 你看嘴唇紫暗 舌下瘀痣比较重 这一定要把这个瘀痣呢 给化开才能解决 你的现在的斑块 血脂膏啊 这些活血化瘀的问题 才能把数值降下来 所以你是不是特别爱发脾气 经常的头晕 胸憋胸闷 你也没正能量 气血不足度 在那儿 一个血尾 拨云渐日 轻松搞定 头晕头痛 给大家分享一个 有助于缓解 头晕头痛的血位 非常好找 自己就能暗柔 简单又有效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 赵一浩教授 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情况 这个视频啊 肯定能帮到你 今天我们说的 改善头晕的血位呢 就是这印糖血 在我们眉毛中间的 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跟我来一起做 按摩的时候呢 可以把两个中指 放在印糖上 轻微的用力 顺时针方向去揉按 可以揉按50次 对于缓解头晕 有很好的效果 如果你心情不好的话 也可以把中指 放在这个位置 向两侧扒开 拨云渐日嘛 拨开以后呢 就会觉得心情都变好了 有头晕头痛困扰的朋友 每天坚持做 有效果 记得告诉我啊 三种蔬菜多吃 对心脑血管有好处 这三种菜啊 轮流着吃啊 血管干净 不堵 预防脑血栓 血管堵塞 其实不用 长期大把大把的吃药 这几种疏散的 也是帮助我们 疏通血管 预防血栓的天然食物 这个视频 大家一定要认真听 第一呢 就是红薯 有研究发现 红薯 它含有胶原棉叶蛋白 可以保护血管的弹性 有效的防止动脉周样樱化 而且呢这种胶原粘液蛋白 是鱼肉鸭肉肌肉中 获取不出来的 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 吃一些红薯 第二呢是海带 海带属于是海产品 味儿咸 咸味儿有助于软肩散结 同时呢 海带含有大量的 不饱和脂肪酸 如果你有血管壁的 硬化血管的堵塞 能够帮助你 软化血管 清除血管垃圾 不仅如此呢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 它还可以抑制 动脉周样樱化 第三呢就是黑木儿 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 黑木儿可以活血化鱼 滋阴补血 通过活血化鱼呢 就有助于稀释血液 减少血小板的聚集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预防血栓的形成 当然了 食补不能代替药物 如果已经出现了症状 还是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积极的进行治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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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